昨天未婚夫刚向自己求婚 今天就跳楼而亡 所有人都觉得她是自杀 可女主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这时一个同事向她说出了一个秘密 小枫和静腾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员 同时二人也是情侣 这天晚上静腾终于向小枫递上了求婚戒指 小枫十分激动答应了她的求婚 静腾激动之余流出了笔血 不过二人都没太在意 觉得只是兴奋过头 可就在第二天一早 刚求完婚的静腾 就莫名其妙地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同事都猜测静腾是患上抑郁症自杀 但小枫坚信静腾绝对不会这么想不看 就在她伤心难过之际 同事杀音告诉她 她也不认为静腾是自杀的 昨天傍晚 她看到静腾和同部门的牙子发生过争执 牙子是半年前才来到公司的 静腾的死会不会和她有关系呢 为了弄清楚下班的时候 小枫找到牙子 问她和静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牙子看了她一眼就离开了 小枫在背后苦苦哀求 最终牙子回头走向她 对她说了一句话 第二天小枫来到公司上班 领导害怕她 因为静腾的死受到刺激 让她休息一天 可小枫却忘记了静腾自杀的事 回想的时候 头疼欲裂流出鼻血 就在擦鼻血的时候 她看到手上的戒指 终于想起来发生了一切 就在她难过的时候 同事杀音再次找到小枫 他们在静腾的文件里 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竟写着 她是被牙子所杀 这下小枫更怀疑牙子了 她直接找到牙子 质问她 她到底对静腾做了什么 可面对质疑 牙子一言不发 办公室的同事都十分疑惑 追问到底怎么回事 牙子无可奈何下 终于开口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不出意外 小枫再次忘记了 之前发生的事 在沙英的提醒下 她又想了起来 而且这次不止是她 昨天在办公室 质问牙子的所有人 都遭遇了同样的状况 沙英查到 牙子之前是在某出版社 做会计的 出版社的会计科长 最喜欢抓别人的把柄 进行威胁 据说牙子曾因贪污公款 被科长发到 科长用这件事进行要挟 而奇怪的是 不久后 科长就突然自杀了 就和静腾一样 不仅如此 牙子曾经入职过的公司 都发生过这样的 离奇自杀事件 这未免过于巧合 牙子的嫌疑陡然增高 小枫再次找到牙子 正准备质问 部长却突然 以休假为由 将小枫赶出了公司 就在这时 沙鹰给他打来电话 说有关于牙子的事 要告诉他 可当他回到公司的时候 沙鹰已经忘记了牙子的事 并且也出现了流鼻血的症状 原来沙鹰向小枫告密的事 被牙子发现了 很明显呀 牙子对他做出了报复 就在这一时 他发现沙鹰手掌上 有一串密码 还没看清 沙鹰就将他赶了出去 同时听到小枫的呼喊 过来开门 进去一看 沙鹰竟然已经上吊自杀 混乱之际 小枫注意到桌子上沙鹰的手机 用那串密码 果然成功打开了手机 里面是沙鹰的一串录音 他告诉了小枫 牙子十分可怕 只要人们一靠近他 就会被消除记忆 这时部长出现了 说牙子在天台等他 小枫二话没说 上天台和牙子对峙 牙子果然承认了 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原来牙子具有很强大的严铃 其他人只要听到他的话 就会被他给操控 按照他的意愿去行动 这也是牙子平时沉默寡言的原因 而静腾发现了 他挪用公款 为了封住静腾的嘴 他才选择杀害了他 但奇怪的是 不管他操控小枫多少次 小枫还是会想起他 原来关键在于 静腾求婚的那枚戒指 大概是因为对静腾的爱 才不断唤起小枫对他的记忆 小枫十分奇怪 既然牙子有这么厉害的能力 为什么不直接指使别人给他钱呢 而是要来公司上班 还要为贪污而害人性命 牙子表示 只有这样自己才有活着的感觉 对这个社会还有一点存在的意义 为了不让小枫揭露自己 他再次向小枫使用言铃 让他主动辞职离开 忘记牙子这个人 为防止小枫记起来 还拿走了他的戒指 小枫果然受到操控照做了 在离开的时候 还朝牙子微笑 就在牙子以为自己的计划得逞的时候 公司里的所有人 却收到同一封邮件 是小枫发来的二人谈话的录音 难道小枫没有受到他的操控吗 原来小枫在上天台前 就料到自己一定会被操控 于是在手上写下字 万一自己被消除了记忆 就将邮件发送给所有人 一瞬间 整个公司弥漫着牙子的声音 所有人在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都忘记了牙子这个人 就连他自己也不记得 管本牙子讲述的是一个 因拥有灵异而孤独的人 为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 而屡次犯下大错的一个故事 牙子一方面和普通人一样 不喜欢孤独想要寻找爱 可另一方面呢 他又肆意使用自己的力量 去伤害别人 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 而这样自私自利的人 无论力量再强大 最终也只会走向灭亡的道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